自然更好喝 上微博搜索绘画少年的天空 分享作品观后感 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 为了保持我个人的专业素养 我决定让他离开 谢谢 他应该坐在白沙发上面 太猛了 老赛那个是兜子 这是大炮 没事 下面让我们请 这副作品的画家上场 他上看之后 你又没有觉得 长得都有点像你儿子 我儿子长得没他帅 你本来就小朋友 那么凶干什么 那么凶 这一次我在带来的这幅作品 我知道它的争议肯定很大 但是我可以先从我的绘画的风格 现在跟大家阐述一下 可以看到说这幅创作 其实它带着我的IP绘画风格 就标偏可爱 时尚 或者是治愈这一些 也是我对奶奶的第一印象直光的感受 当我们看到这幅画 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奶奶这个主体物 而第二次看到的 应该会是底下的这片陆地 那与我而言呢 奶奶像是在这个满满宇宙中的一块宝藏陆地一样 同时在陆地上有着自己最为巧思的策掌的心思 那其实在这一份陆地上呢 也融入了我跟奶奶的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小故事 那也就是下面的这两个红椅子 当时奶奶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一样 非常的照耀着我 整个人都在想想发光 另外呢 我则想法有点多 在这一块陆地上 我又融入了另外的一层深意 从这句话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奶奶对于时间的珍惜 也同时深深地感受到 不好意思 同时在陆地上有着自己最为巧思的策掌的心思 而最后这一块陆地上这个钟表 也融入到了这根箭钟 它这个阐势有点太多 对 这真是没力 你说这么一个话 哪能承载那么多 对 这个可爱的 你就是说就可爱吗 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否定 对 我一直在解释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对 尤其是听到那个黑衣服大哥那么凶 紧张了 要全说出来 对 其实没必要 没必要 你打关他一下吧 时间吧 你觉得不用太阐述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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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跟那个冰冰姐昨天就讨论过你这幅画 就在这上面能看到吗 大家都觉得很可爱 就看到之后很舒服 谢谢 但是怎么这么轻松舒适可爱的一幅画要承载这么多的内容呢 就听着你越说我越不喜欢这幅画了 就是这种感觉 他其实很担心大家看不懂他的东西 他太在意自己能不能被认可 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位画家 我们的每一位老师 小老师 我觉得大家都很害怕提出反对意见 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你是谁 你就是谁 你画什么 你就坚信什么 哪怕他这次不好 不被认可 不代表你就不好 是的 好 讲得正好 你无需赘述 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接受反面的声音 不只是你 坐在台上的 好像我们光鲜亮丽地坐在这 你问问哪一个人背地里不挨骂 哪一个人背地里不接受质疑 不得不被批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必须得到夸赞 轻听就好 谢谢 指教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针对你 我很喜欢你 了解 我很喜欢你 谢谢 这个我作证 昨天冰冰姐都说她最喜欢这一幅 说的时候是手舞足蹈 就说特别可爱 冰冰冰姐 你喜欢她哪个 哪个 哪个 上墙的 上墙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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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玉元啊 我觉得 你本身就很可爱啊 你干嘛要装大人呢 就是 不要着急成熟 而且 谁说 艺术作品 年纪大了 就得成熟呢 你知道的越多 你觉得你越棒 错 你知道越多 可能你的限制就越多 天真是很珍贵的好吗 如果你变成了一个老三老四 说那么多理由的人 不要说李诞老师嫌你 我都觉得你很烦呢 干嘛一直说呢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不喜欢呢 你不需要来说服我 我早就有决定了 就这样 不要废话了 那我表达我的决定吧 好 觉得会给他很喜欢 会有反转吗 会反转 对 首先啊 我要往下说的 是非常认真的话 不是开玩笑 艺术是开放的 艺术是多元的 艺术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难道小孩子不是人吗 我四十岁的时候就画画画到 人家叫我天才儿童 我九岁就念大学夜间不补校 我十三就开个展 小孩又怎么着了 犯了你们了吗 早秀的小孩哪都有 所以我在推国潮艺术的时候 是无灵画的 我的展出里面有最小六岁的孩子呀 你家的儿子欢迎来加入我的阵容好吗 龚旭老师 我儿子才两岁 哦 那再等两年吧 我四岁开始画画 行吧 天真是一个很难保留的 太容易被污染了 所以 我非常珍惜 预言 你能够到今天 还有这一份童心 不管人家说啥 你还把你的画画成这样 我还真的很喜欢 因为 他就是你 请你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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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老师 哇 然后我还真想怕 把它做成公仔 要把它做成 国民大众都可以买得起的娃娃 国民美学 奶奶的娃娃 要跟预言一起创造出来 这奶奶 好了 谢谢 献给我可爱的宝贝 谢谢奶奶 加油啊 非常谢谢奶奶 对于我画的认可 出来帮我正面地 回击这些声音 我当时恨不得 就是从台上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我知道这份开心 迎来的也是一个 更大的挑战 那我如何再通过 接下来的努力 打破这些对我的质疑 这个是我在未来 需要去努力的